2022年5月26日清迈慈濟学校获特优 泰国学校每3-5年举办校务评鉴 清迈慈濟学校已富含慈濟人文 又不失泰国传统的特色教学 在2022年的评鉴中荣获 全国评鉴特优殊荣 仅有约4%的学校能够获得特优的肯定 设立清迈慈濟学校施因慈濟在泰北福困计划 告一段落 期待能用教育翻转孤军后裔的命运 这也是慈濟在海外兴建的第一所学校 2021年5月26日 百岁人医杨思彪教授辞世 我的父亲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奉献给台湾医界了 因为血中的酸太强烈了 所以心脏就慢慢平时跳动 百岁人医杨思彪逝世 享松寿101岁 曾任台大医院及医学院院长 首创胸腔内科 1989年担任慈濟护专首任校长 退休后截至2018年 美洲往返台北和花莲祠院教学看诊 退休以后还是退后不休了 很值得我们晚辈们的学习 你总共教的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我毕业生了 这几百万 2018年获得医疗奉献奖 人生宛如一部台湾百年医疗史 去年年初他还平了身躯 他再来就是做了轮椅 当年的那一人 那一群人是胡龙家康备 2021年5月26号 静思经社德慈法师社报 文子家丹慈师父 承愿再来 德慈法师原籍享受87岁 1963年于花莲慈善愿 结是圣人 皈依坐下 四法号物云自得慈 是圣人第一位出家弟子 恪守一日不坐 一日不食 为了我们的生活 做了过21种工作 1987年创立静思陶一方 陶瓷作品《与世结缘》 深切法剌五十七载 树立静思加锋 我们书都会赢了 我真感谢你 你会发疏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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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 生疏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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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